那现在啊咱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网络效果吧 然后这里呢我保存了一些模型啊 就是总共啊迭代了一共有50个epoach 然后其中啊把部分epoach也保存下来了 那么其实啊这里有一点就是说 嗯一定是最后一个epoach它的表达效果最好吗 这点啊不一定就是说 嗯没准就是啊你要的风格不一样 或者说要的内容不一样 它之前的几个epoach可能要比最后的epoach啊 效果要好一些的 这个啊我做了一些实验 其实呢不同epoach啊就是表达效果 这差异其实有点大 这个就要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到时候大家我会把我的一个model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想自己训练的话 也可以自己训练一个 这个就是我拿这个笔记本啊 大概训练了一天一休吧 大概50个epoach很快 反正也完事了我也没管的 反正学习率啊我也没改 就是拿那个默认学习率 然后其他参数也没改 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模型 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给他在自己的去啊 自己再改一改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里啊 当咱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就先改一下你的一个运行配置 把你的运用配置里啊 改成这个notron啊 notron完之后 我们右键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运行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之前是不是写了这样一个input啊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 我来看我的input先哪去了 我们在这里啊 这边有七指字 咱们之前不是写了一个input的东西吗 然后这个input啊 完了之后让你输个字 比如说我输个非吧 然后啊他就会运行 在这里呢他第一步啊 是先去读取我们原始的一个字典吧 因为呢对于所有字来说啊 他是也要做出来这样一个映射的 映射啊跟之前是一致的 这个这个我重新来运行一下 这次不知道这次啊就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问题啊 就是说咱们之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输进来一个字的 当我就是说一句话 他不是太不是太长的时候 我是拿一个空格给他当成一个站 来当成一个替代了 所以说啊在咱们预测当中 很有可能也出现空格这个东西吧 就是说在咱们预测当中啊 我们来看他是跑了很多的running啊 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东西一旦预测出来空格怎么办 我们来想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拿空格进行大量填充啊 那空格后面是什么 空格后面还是空格吧 所以说咱们可能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位置出现空格 那后面肯定所有都预测成了一个空格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头疼的啊 现在还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大家有时间啊也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的一个飞拿出来之后啊 后面就是说了啊 后面一句话 不会此乎攀啊 我没看懂什么意思 咱们再来一次吧 这次输入太短了 可能每次啊 他的一个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 我再输入还是飞这个字吧 我们来看结果会发生一些变化 最坏情况就是都预测出来一些空格啊 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糟糕的 如果说不预测出来一些空格 那他会真正的把这个啊 真正的把咱们的一个结果打印出来 这个也没打印出来结果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还是打这样一个飞字 我来看一下模型的效果 现在我是用的是第二个四次啊 就是最前二米次 我还没有一个个试 到时候可能会一个一个试下去啊 可能效果会不一样一些 没准哪个模型它会更稳定一些 这些啊都不好说 我们来看 这就是出来一个东西啊 就是飞似基点地利光啊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也读不明白 反正啊就是按照咱们一个唐诗风格 他确实帮咱们生成出来这首诗 虽然是听不懂 但是感觉啊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咱们再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看能不能够生成出来长一点的 我输入一个韩字呢 他的意思啊就是说 首先他会把这个字啊 当成咱们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 有了第一个字之后啊 是不是接下来 就是往这个ISM网络去跑 输出第一个结果 然后输出第二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 第四个结果 第五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一个一个 帮咱们生成吧 那这个就是生成一个数据 韩石全生跑 山高 楚克河 没得看懂啊 咱们再来玩一个 这个就是他结果 一会儿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一个就是训练流程啊 还是 还是这个韩吧 我看看能不能够 出来点长的呀 因为在我的一个 训练的语料库当中啊 有很多都是比较长的 现在结果啊 怎么都这么短呢 我之前自己玩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长的 这次就不行 这次他有可能是 出现那种空格的形式 然后他就 一直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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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然后他就没完事了 那这个东西啊 是怎么停止的 这个东西停止啊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中指符啊 咱们之前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个大义吧 就是有一个中指符 所以说只有啊 他是那个定位到 那个就是 还是什么 寒冷吧 寒冷 还就是说 他得定位到 那个中指符的情况下 才能去停止吧 但是呢 刚才说了 他预测一堆控制啊 所以说他就没预测到中指符 没预测到中指符啊 他就暂时没停下来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 这块又没给他预测出来中指符 还得重新执行一下 可能啊 我的一个训练model 第24次啊 不太好 我们之后 一会儿可以再拿这个30 或者是42 或者48 再试一下 还有这个函吧 可能这个字就预测出来下一个字 可能啊 就是说 即便他预测出来下一个字 那也没找 就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只要有一个字 下面一个字 哎呀 它是一个空格 那这个东西就完了 我们看 这位预测出来了 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啊 就是 每一次啊 可能预测的东西 就都不在了 但是我们看 雇人公里 十年 这些东西啊 都是比较连贯的吧 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用 咱们这个 RSTM网络啊 进行一个写堂诗 那写堂诗啊 咱们能做 那写歌词 写剧本 写小说 写任何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咱们就是 KR这个东西啊 改不改吧 咱们就可以写其他的东西 在这里呢 它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 就是它的一个生成词 生成词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需要指定的 BedSize是等于1的 然后呢 还是啊 去把我们的 当时的这个数据拿过来 需要拿到的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词 不是有都会有这样的向量吗 这些啊 都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值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啊 让它前向传播 跑一遍网络 我们是先指定一个 Tagpoint的 然后呢 把我们的一个 Session啊 给它拿过来 这里呢 你也可以用最后一个 Tagpoint的 在这里啊 我就想一个试 我就先拿这个-24 我们注意啊 它后面都是 -24点 -30点 什么的 我们就是写猫头的时候啊 就是点后面的东西啊 我不要去写 我们直接就是写 -24 或者-30 -36 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啊 我们就要构造这一个词 然后这样构造完一个词之后啊 我们就是一个词 接一个词的预测下去吧 我们这写个循环 就是说 只要我当前预测出来新的词 不是我那个AndToken 就是我们当前那个大E 最后我们不是能预测到大E吗 不是最后一个词啊 我们就这个词啊 就持续的往下加下去 持续的加上去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我的session 不断的去run吧 认完之后 我有一个预测值 还有一个State啊 State这个H和C 我们暂时不关注 我们只关注一个结果 我们关注的结果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word 结果是个数字吧 把数字 toword转换成一个词 转换成一个词之后呢 这个词跟原始的句子 加在一起 就得出来当前的一个新的结果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让机器人去写唐诗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是长什么样子的 或者再写啊 再写什么 再写个孤吧 我看一下孤能出什么东西 我还没有测试权啊 只是啊 跑占一个模型 先简单的测试一下 其实呢 能不能写个词呢 也是能写歌词的 写歌词啊 这里也是有这样一批数据的 有一些周杰伦的一些歌词 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歌词也进行一个啊 生成 看一看 生成出来歌词啊 没准它就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块啊 这块run的时候 可能又是遇到一些空格了 我再来玩一个吧 再来玩一个 玩出一个 咱们就结束了 我再想一想啊 就是说啊 还有什么 古诗都是什么开头的 我写个我的 我的姓吧 我看一个唐开头的 有没有东西 这个这个代码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就是说 咱们用LSTM 一个词预测下一个词 一个词预测下一个词啊 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难度的 只是说啊 这个东西比较好玩啊 这个预测出来了 唐 这个唐宝 南晚风 清姓和喜莲 别有意思 我再来玩一个 再来玩一个 再来玩一个 我的名字 我看看出唐之后 能不能每次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每次的一侧结果都是一个不同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再出一个 咱们这节课啊 就要讲到这里了 到时候啊 会把代码和数据啊 都发给大家 大家感兴趣呢 也都可以啊 把咱们这个东西 再自己从头到尾玩一遍 现在不是有很多公众号吗 都是自己定义 是什么唐诗生成啊 之类的东西 感兴趣啊 大家也可以自己玩一个嘛 唐诗始留一股链 春衣击家乱空头 若叫家世 僧孙孝 携手生金 狂雀男 挺好玩是吧 大家说大家自己去玩一遍 这个生成古诗的模型吧 可能啊 生成出来一些东西 比较感兴趣啊 大家说生成古诗啊 什么诗歌啊 辣马气糟的 只要有数据啊 你什么都生得出来 这个到时候大家就自己去玩吧 那么这个系列课程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再与我进行一个讨论和交流吧 然后啊 也是非常非常啊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啊 关注咱们这个系列课程 那么这节课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